劝教学期间涉嫌非礼多名女童的华裔武术教练 今天被控上了不成法庭 是的 被告面对其中十项非礼罪名 不过他否认有罪 叫后获准保外候审 另外 沙巴前基建部长拿督彼得安东尼 企图伪造文书获取大学的维修工程 被吉隆坡地庭裁定有罪 判处三年监禁和罚款五万令吉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身为前国家武术队选手的一名华裔武术教练 竟然趁着教导年幼学员之际 非礼和性骚扰数名只有十多岁的女学生 最终东窗事发 被受害者向警方举报 她今天被带上不成地庭 面对其中十项非礼控罪 这名31岁的男教练 今早被警方押往法庭时 还一脸神色淡定 毫不回避摄影镜头 法官万爱玛在宣读控状后被告否认有罪 教后获准以一万五千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根据控状 被告在今年2月到4月期间 分别在下午和凌晨时分 非礼来自雪隆地区的数名受害者 事后还威胁他们不准告诉父母 被告的行为已经抵触2017年 性侵儿童罪案法令第14支A条文的非礼罪名 一旦罪成 可被判处监禁不超过20年和编斥 镜头转到吉隆坡地庭 沙巴基础建设发展部前部长拿督彼得安东尼 事件伪造文书获取招标工程的案件今天下判 法官阿祖拉宣判 由于辩方无法调起合理疑点 因此裁定被告彼得安东尼罪程 需要坐牢三年并罚款5万令吉 空众指出 也是一家工程公司董事的彼得安东尼 涉嫌在2014年6月到8月期间 在部城首相署基要秘书办公室 伪造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副校长办公室发出的公函 在文中加入布什陈述 谎称双方已经展开合作 以获取这家大学的电气维修工程 罪行抵触刑事法典第468条文 也就是伪造文书罪名 彼得安东尼的律师迪瓦南丹 教后要求暂缓监禁以便上诉 法官虽然同意 不过却预令彼得 必须在今天内缴付5万令吉罚款 并以5万令吉保释外出 另一方面来自森美兰州的一名志愿警卫团主任 为了协助女下属诈领960令吉的 执勤津贴而承报伪造的勤款单 但是依然躲不过反贪会的法眼 今天在芙蓉地亭被控罪名成立 面对接近14天和罚款1万令吉的刑罚 法官鲁山在宣读空撞时指出 56岁的被告违在野 涉嫌在去年12月 为一名没有执勤的女下属申报执勤津贴 有关行为已经触犯反贪会法令 第18条文的虚报所藏罪名 被告在文汉后当庭扶手认罪 第18条文的虚报 第18条文的虚报